《閩南語》歌曲完全改觀是因為它 因為它跟以往的歌手唱歌唱法完全不一樣 有一種清新,有一種氣質,有一種藝術味在裡面 所以馬上對《閩南語》歌曲大大的改觀 我就想選歌的第一首就是《紅紅紅》這首歌 凱倫歌有,我聽過你唱了 《紅紅紅》就是我那個時候的一個偶像 雖然我長他一點,可是因為他那個時候出來 我剛剛不講嗎?他就是小鮮肉,氣質又好 然後歌聲當中你聽到什麼感覺沒? 其實我覺得很道地耶 因為我從小大概就是聽到他 因為在南部,這個歌我太熟了 《相思雨》剛才一聽說 那個整個童年很感動 有男神給我們這麼多的滿滿的養分跟回憶 而且他的歌聲是不溫不韻 對,穩穩的,但是情感很濃厚 就像威士忌一樣很純 所以你看其實不過十七八歲 為什麼有這麼豐富的感情在你的歌聲裡? 可能就是要經歷那個孤獨的感覺嗎? 然後我覺得人生的歷練就是經過這個孤獨 這個熬練 然後我也不知道我唱歌就天生有這個感覺 那當然在那段時間唱歌是喜樂,是快樂的 那當我要正式踏入宣傳媒體 又是把我包裝成偶像歌星嘛 那台灣台語歌第一個成為偶像也是我 對,紅了紅 所以那時候我唱歌其實很快樂 那不快樂就是不太愛做秀 那個歌廳秀我不喜歡 所以我就逃避 不喜歡跟人多接觸,接觸會不會? 第一,我不懂得溝通 那那個時候也沒辦法溝通 台灣的環境就這樣嘛 是的 你哪有可能去要求說一個歌廳音響要多好 老闆說有聲就好,不然你是要怎麼做 都是黑道的啊 然後我對這個音樂是很敏感的 有一點不對,我就唱得很怪的 怪優 很變扭 對不對 你們剛剛有沒有看到紅紅進到現場以後 給你不同的觀感? 快說 就是氣質難省啊 你有看到什麼嗎? 耳機 對 小孩你要去注意到這一點 紅紅紅是所有歌手當中 自己戴耳機來 不只是這個 他連去外面對要求的那個音響的細節 非常注重的專業性 是只要跟他同台我就輕鬆 我比方這樣講 那個責任他就扛了 他沒有在就是我做 我很要求這些音響 對一個歌手跟藝術家的一個尊重 我們安排第二首曲子 讓大家感受一下紅紅紅到底變了沒 所以小朋友你是歌手 你應該從剛剛他的比方聽他的相似語 從聲音當中怎麼去認識紅紅紅大哥 到這一首歌有多大的改變 考你一下 來先聽